好,這是最後一集了 總之先複習一下上集 上集最後講到有兩個支線 一個是太陽能那家公司 我跟他們的President聊過天了 然後他叫我再去跟另一個Lead Engineer聊天 但我也不知道跟Lead Engineer聊完天之後 還要再跟幾個人聊天 然後另一個支線是SEL那邊 SEL那邊我是第一關過了 然後準備要來第二關,總共有三關 好,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8月25號 SEL SEL 這個支線,他考了我 六題 我寫出了五題 然後有一題我真的是不會 但是他就是,老師沒教過嘛 沒有辦法 然後他就是 我後來去看,他考的那一題就是那個範圍 是老師課本 教了大概第一章到第六章 那個課本 然後他那個考的是第九章的東西 那老師就沒教過,我就不會 對 反正我那時候就一直卡 然後那個考的人,他就是還是 人好,他就一直一步一步的就是 跟我講,這個要怎麼做 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我就OK,那一題就從頭被他carry到尾 這樣 25號,這是我的SEL的第二關美式 就這樣 那時候念完這個,我是覺得有一點 緊張,但是 那時候有一點怕,因為我雖然六題答對了五題 但不會的那一題你就很卡 你就真的是不會,然後你就很怕 他不覺得你廢這樣 所以覺得,可是我六題答對了五題應該還行吧 所以就 緊張,不確定 決定還行,可是又不太行 這樣 找工作的時候,最常遇到這種問題 會不會,會不會,會不會,會不會過 這樣 27號的時候 另一個執線,SOLAR這邊的執線 我跟那個LEAD ENGINEER聊天 8月27號 我跟他聊得蠻開心的 這回就聊得比較開心 比起跟那個President聊得更開心 因為他就沒有問一些比較難的題目 他也跟我分享說 什麼他們在做的project是什麼啊 什麼他們,喔他們那超酷的 他們有在一個 因為他們有設計 他們設計的地方 有中南美的熱帶島嶼 他說就有一個Vacation Island 本來全部都是用柴油引擎 在生產電 然後他們改成就是用SOLAR 跟Battery Storage 來生產這個島上的電 然後其他的就是 剩下用柴油引擎 做Back Up Generation 超棒的,最想要去就是這種 就是島嶼 對啊 度假的道理 然後全部都是在生命運 產生,多棒 然後8月28號的時候 我知道SEL第二關過了 那就準備第三關了嘛 第二關過了就準備第三關 第三關就是還要做一個PowerPoint Presentation 做分享半個小時吧 半個小時Presentation 半個小時QA 再來一個半小時的那個 Technical 對,第三關還是有Technical 超級白的 每一關都有Technical 中間其實就是準備嘛 然後準備的時候也是很緊張啊 就不確定說 因為太陽能這個公司 我跟三個人講過話了 然後SEL這個公司 我也是跟到第三關了 感覺每個都有點機會 都蠻有機會的 就到蠻後期了 可是又怕說 會不會兩個都沒有這樣之類的 所以那時候就很緊張啦 對吧 然後可是也不能怎麼樣 你就只能準備啊 然後準備那段時間就是 也是一直要維持自己的那個心情 就是好一點這樣之類的 不要讓自己就是太 down 9月3號的時候 我就面SEL的最後一關 也是 咦?我看一下我題目有沒有解出來 我記得面的結果還不錯啦 就是好像都有解出來 有一題 不知道哪裡有出錯 一直debug出來 但是其他的都是有解出來的 對 對啊 就是幾乎全部都有解出來 就還不錯 所以這整個面試的過程 從8月11號到9月3號 面完 9月3號面完之後 我覺得OK 就是 爽啊 壓力解除嘛 就是至少都面完了 其實有沒有解過就算了 然後9月4號 收到 太陽能那個公司說 喔好 我們決定就是這個 intern的職缺要給你 爽啊 有工作了 太好了 爽 很嗨 然後那天 剛好那天本來就安排要去 去芝加哥玩 去去卡哥玩 然後就爽喝一鍋 然後就出現就是 正偉 吐在小田床上的故事 還要怎麼忘 反正就是 那時候 就去芝加哥 極樂一波啦 那個週末 後來 回來的禮拜 一一把 就開始要談薪水 跟那個 Azmos 談薪水 這個時候SEO還沒有跟我講過 第三個老婆 就跟Azmos 談薪水 禮拜一來禮拜二的時候 然後他就說 其實他這還有變數嘛 就是我當然我 intern收到了 但是 intern要intern多久 才可以轉正職 不知道 會不會轉正職 不知道 就還有變數 當然很爽 至少有些東西了 但是就是 不確定 然後 所以 禮拜一禮拜二那時候 要談薪水的時候 大概就是9月7號 9月7號那個時候 然後 然後 我才發現 靠他 他就問我說 我Expected Salary是多少 我就跟他說 大概 73K吧 然後他就說 因為我是上網查 就是 Electrical Engineer 在Sand Lewis那個地區 的薪水在多少 我就跟他說 我抓平均 就這樣 然後他就說 太高了 就是 我們不會點這麼高 我問 首先要先intern intern實習薪水是 17到19塊一個小時 然後 比我之前在 就是 比我之前在 比我之前在學校 做research的薪水還低 我這次在學校還有二十塊 對啊 而且二十塊也不算高 去開開 這間實習好像二十塊 對啊 所以 我實習到十五塊好了 然後之後 正值也是 48K一年 然後 太高了 48K一年這樣 大概 然後聽到很 就 啊 真假的 從來沒有 美國沒有聽到 有人是 048K一年 從來沒有 對啊 就是 這 太烏魯人了 我跟你說 就是 沒有人 對啊 我那時候很氣喔 那時候就是 我聽到很氣 可是你又不能幹嘛 因為就只有這家給你工作 SEO的確定會不會給你工作 然後 真假的 就是你會覺得 我很喜歡這個工作 我很喜歡Solar 這個產業 我覺得這在做有意義的事情 我在 拯救地球 但同時 他如果給你48K的話 你會覺得很 很抑鬱啊 又很悶啊 然後 對啊 一直以來 就是 要怎麼說 就是其實 我今天又不是腦袋 不夠聰明到 我不能讀 就是 什麼 軟體相關的東西 就是 你要我去上課學 我也是 我之前也有去上一些課學 我也學得很好啊 就是 就是我今天不是 沒有那個料 我只是覺得我要去做 拯救地球的事情 然後 平常我本來想說 喔 你去高科 高科技產業 軟體業 你去細谷 就是 雖然 他們面試面的很辛苦 這一定的 但他們薪水就是 可能一年 140K 150K 這樣 對不對 然後再加波 那時候 更多了 對啊 我本來想說 我 我當那個 電機的工程師 令了什麼 70幾K 這樣子之類的 80K 就是 差了一倍嘛 但是我想做 我想做的事情 而且其實薪水也還不錯 過得來 我本來就覺得說 好 算了 一開始覺得有點 我是變相被處罰 但做我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有意義的事情 我自己 我自己認為有意義的事情 我不知道佔什麼東西也有意義 但是就是我 我認為我這個做的事情 是我覺得比較 我比較想要做的事情 結果 我卻被處罰了 我沒有 變相的懲罰 我沒有拿到最高的 所以我拿薪水裡面 第一蛋 但我來想 算了吧 我如果還有70K、80K 生活還是過去嗎 還是不錯 那我考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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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什麼都不用做啊 對不對 我那時候 崩潰了 然後那時候 我那幾個禮拜 那不是那幾個啊 那幾天 大概從禮拜二、三、四吧 每天晚上睡覺的時候 就是很 很不準啊 就是 哇 是怎樣啊 不只值這個錢嗎 那種感覺 對啊 真的又沒得 又沒遮 然後 就自己都忘了好處想 好吧 就當作我大概 NGO工作 NGO薪水不高 對不對 就做有意義的事情 沒錯 錢不治一切 人家一直睡不治 然後後來禮拜五 9月11號的時候 然後收到SEL的offer 耶 所以就是我現在在 SEL這邊 就是WASHINGTON PULMAN這邊 雅無神山的地方 但公司就是給我這個 兩個月的 就是TEMPORARY HOUSING 對啊 這個EBB 還不錯 公司福利不錯啦 喔對 那這樣我也跟你透露 就是我後來就選這家公司 就SEL 沒錯 對啊 然後他們給的薪水就是 合理正常範圍的薪水 然後我們就覺得 然後這邊物價還比那邊便宜 對吧 這邊物價比SEL的位置便宜 然後我收到這個offer的這一瞬間 我就覺得 好爽 就是 太爽了 這就真的上岸了啦 剛剛沒電了 反正就是 如果有什麼想聽別的產業 找工作 因為我很多朋友都上岸了嘛 我這個產業比較冷 所以如果你們想聽別的產業的話 不然留言跟我講 對啊 我朋友 就博士啊 博士在TESTA工作啊 做Compute Vision啊 然後什麼 技靈也在做Compute Vision啊 然後 卡卡在做電動車 在SF Motor 對啊 如果有想要 聽到什麼 相關的話 我再訪問他們好了 沒有辦法算 反正我這裡就做爽了 這也是我自己給我自己一個紀錄 就是想說 我過20年後這樣子 回來看這個影片 我才比較記得我這段時間 到底 你經歷了什麼 對啊 這樣我才比較記得 不然你可能沒有 記得影片講下來的話 我就不會記得了 對啊 好啦 這就是我今天要講的 如果你聽到這邊 代表你很有耐心 喔我講好久喔 嘴巴很乾 總之 就是這樣 掰掰 好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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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喔